两会就是人大和政协 每年都会有一些很好的议题会被放上去 我觉得是我们国家充分体现了人民民主的一个非常好的途径 通过两会这样一个形式能够使社会各界的人士 各方面的这些重点的话题都产生一些积极的建议 民生啊教育金融等等 我想这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促进国家发展的方法 我觉得解决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民生的问题 好比说在几年前咱们的跨省用手机有一个漫游的一个费用 近几年当中这个费用的确实是给咱们减免了 降低了很多的沟通的成本 一些领域的一些突出问题在两会上提出来 然后并得到更好的推进解决 医疗方面各个城市各省份的医疗沟通问题 现在国家进行一体化系统化的处理 跨省市就医更加方便 然后跨省市医保这些也更加完善 人民的幸福感满足感就会随时增加 最近就是去了熊岸市区去了一趟嘛 其实我对就是熊岸建设什么的还是挺感兴趣的 它的那个三座城的概念就是云上一座城 然后地上一座城地下一座城 这个理念特别吸引人 像河北那边他们发展经济的话 肯定是有好处的 就是能促进协同发展 就业这个领域如果能有一些能够实践的建议 就业市场应该会更加的灵活 关注这边住房会多一点点 我家呢就是一种公租房 国家这个政策其实给那些生活有困难的人提供一定的生活保证 这个很重要 公租房它价格已经很低了 希望可以设施上更完善一点 我对农村养老比较的关心 喜欢能在农村养老问题上适当地休息 我对像这种网络安全隐私的保护 这一块都比较关注 一些法律法规虽然对于这样的隐私保护做出了规定 平常使用的一些手机的软件 它可能还是会通过各种这样的方式 来对你的这个生活上的各方面的数据做采集 然后去精准的做这个比如说广告推荐 这些其实对于用户而言还是会有些担心的 假期期间去一些景点描会去玩的时候 周末交通也非常希望各地政府能够开发更多元的 大家返乡之后游览的方式 我觉得这些落实之后对于大家这个假期体验 然后交通的体验都会更好 全国各地目前它也推出一些人才公寓 性质一些政策 对大学生刚毕业大学生 然后尤其是还没有独立买房能力的 来说会好很多 如果要去就业的话 首先考虑的就是在这个城市的一时住行 希望还是国家对在大学生就业方面 可能有更多的指导和帮助